這塊是什麼?是黑蚊蚊的嗎? 所以說你呢 剛才我們挑豆的時候 不是有黃豆和黑豆嗎? 是啊 那些黑豆做的腐竹嘛 黑豆腐竹? 黑五類, 營養價值高 黑豆腐的腐竹, 以為做什麼呢? 你看到我們的大鰻魚在這裡 山黑鰻, 燜黑豆腐竹 真棒 當然真棒 處理好了, 放一點鹽 鹽就可以令魚肉結實一點 把魚肉的味道放進入底味 把薑倒進去 是 爆乾水分, 揮發了, 開始下油 放蔥下去 又給它一點味道 沒錯 就是拿蔥和蔥的味道 把蔥放進去 煎一塊 煎一塊 這個是傳統的做法 在香下最喜歡這樣做 又有風格, 又有口感, 又有味道 讓觀眾看看, 怎樣煎 這樣煎是最好的 是 我隔著屏幕也聞到香味 蘸酒 然後再放水 是 蓋上 15分鐘 聞到香味了 剛剛好, 燙一聲 我真的看到那些魚煮得很嫩滑 就是把蔥竹放進去邊, 吸收魚汁 是 這個你別看它這樣 實際上做的生理是… 完全有香下的風味 吸收魚湯、魚汁 當然你說如果在大酒店來說 這樣做當然不行, 是嗎 是, 家庭觀眾也可以在家裡嘗嘗 我們翻層味的粉絲 就是最喜歡原汁原味 是 是嗎 沒錯 繼續蓋上三分鐘的蓋子 聞到那些味道 真的香到旁邊的酸 接著把蔥 都聞到 把芫荽放進去 首先把蔥竹撈起來 是 是, 靠谷撈起來的時候 覺得腐竹很滑漏 當然了… 這樣拿它來做煎帶, 是不是很漂亮 非常棒 是 一看就想吃